好,来,各位同学 今天的话开始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次视频课程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一个课程公告了 今天咱们的课程内容的话 主要是教会大家如何进行我们的一个旅游拍摄 那这个旅游拍摄的话 包括了我们的一个风景拍摄 还包括一定的人像 今天的课程的话 我会给大家进行五个主题的一个讲解 那么这五个主题的话 有四个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常常遇见的一个天气条件和我们的风景的一个状况 那么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讲的 如果咱们去某个地方旅游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旅游拍摄时候的人像拍摄的注意事项 好,咱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好,来,各位同学 你们看一下在你们之前你们进行旅游拍摄的时候 你们的拍的照片一定是像这样的 那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明显能够观察到这个地拍的这个地方在哪里 看后面左上角这个场景 明显咱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拍摄于澳门 好,那么这也是一张很标准的 到此以游的旅游经验照片 这样我们会发现这个帅哥的动作非常的霸气 但是整个照片非常的不好看 那在这里可以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觉得这张照片不好看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各位,你们为什么会拍出这张照片 首先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你们拍出这种照片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 你在每个地方去旅游 你到这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有我人的外观 我人的这个五官才能代表我这个人到过这里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说这是你们的第一个原因 一,感觉必须拍到正面 拍角到此以游 这是你们的第一个缺点 你们会觉得我必须把人的正面拍出来 才代表到此以游 好,第二 拍摄时 你会注意到的是 我的整个人的一个看镜头的动作 而没有去注意你的一个旅游的时候的一个情绪 旅游的时候你去看见这些景的一个感受 没有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是咱们的第二个缺点 拍摄时的情绪 好,来 所以说这次导致了咱们各位同学 你们出去拍的旅游照片 都拍出类似于像这样照片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原因 那包括我们的再看这一张 再看这一张 这张是咱们成都的宽展巷子 就在我家的旁边 那这样照片也可能是咱们的各个游客 各位你们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出去拍的时候经常会拍出来的一个效果 经常会拍出来的效果 那这张照片也是 咱们看看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去旅游 比如说你走到某个地方旅游 你一定会把这个地方最标准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 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标志给它拍下来 对吧 咱们到某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 这里也是一个注意的一点 你如果想表现你在某个地方去旅游 你千万切记 不要一来就去拍它的这些标志 很多朋友就可能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到这个地方来玩过一样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拍风景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实际上就是第一 切记拍的时候 把标志性建筑展现出来 把标志性建筑的这种标题 或者是这些字给它展现出来 切记刻意展现咱们的标志性建筑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 注意合理的构图 那这个构图的话 我们会再等会儿 我们会再等会儿给大家慢慢的来讲到 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在之前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可能会拍出来的照片 那今天的课程的话 完了之后 我们会让你拍出一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说类似于这里像这张照片的效果 或者是像这张照片的效果 但这两张照片的话 对于各位来说肯定你们会觉得非常不错 那么一张照片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到此一游照 到此一游照 那这张照片跟我们刚才看见的这张到此一游照 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 最大的区别在于哪里 最大的区别在于 这张照片是我们等会儿会讲到的 你的一个合理的焦距使用 和合理的一个取景构图 我们会发现它不仅对颜色 但这个颜色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慢慢的讲 这个颜色的话 可能咱们今天的课程不会去涉及 因为它涉及到了我们后面的一个调色 以后有课程的话会给大家讲到 那但是可以让大家拍出来有60%到80%的效果 可以达到我们这里给大家示的这张照片的效果 好 但重点是这张照片的构图 它仍然是一个到此一游照 但是它后面的这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去旅游过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厦门征出湾旁边的一个寺庙 好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到此一游照 就没有刻意的去表现整个寺庙的灰弘或者感觉 而是大家集体的 这个各位来到这 来到这个地方旅游 大家朋友一起坐在这个寺庙前面的台阶上 一一的坐着 以一种最真实 最自然的一种态度进行的一个拍摄 那再包括这一张 包括这一张 这一张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张照片我们出去拍摄的时候 更多的是展现的它的一个镜面效果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课之后 可能会让大家 如果说你把今天这节课的课程 认认真真完完全全 把每一个细节的听懂都记下来的话 可以拍出和这张照片 大概比较接近的一个效果 大概接近的一个效果 但最后想要达到这个成片的效果的话 这个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毕竟它还要需要后期的 好 那这里咱们今天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咱们今天的正题 好 首先各位 我要求到的大家 把你们的本策笔拿来做好准备 我们今天就要注意到了 你们想要拍出 杠上面所说的这两张照片 这种效果的话 其实准备的器材不多 就这四点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把这四点记下来 把这四点记下之后 我会给你们一一讲到 这个每一点的区别 或者这些效果 把这四点记下来 第一 大变焦镜头 大变焦镜头 第二 三脚架 或者说任何能稳定相机的东西 第三 ND减光镜 等会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解释到 这是什么含义 ND减光镜 第四 就地取材的道具 就地取材的道具 好 各位一一把它记下来 好 边记大家可以边听我讲道 咱们拍摄的时候 我刚刚也问了我们的同学 我在问你们的器材 你名有告诉我 只有你同学告诉我 你的是尼康的3300 然后其他同学还没告诉我 那这里各位要注意了 特别黎明 你刚才说到了尼康的3300 后面还补充了一句 还补到了一句最低端的 只没必要去纠结这个器材的低端或者高端 对真正的拍照摄影来说 你的器材只是一个让你进行取景的道具 让你进行取景的机器 更多的是咱们如何去使用这个机器 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些照片 1555的狗头 这也没关系 应该是1855 1855的狗头 这个没有1555这个说法 应该是1855 可以仔细看一下 好 继续 那咱们的这个照片的话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见的那样张 这个旅游照片 其实用你刚才的这套机器 用你刚才的这套机器和这个套机的话 都可以拍出这个效果的 都可以拍出这个效果的 好 然后翻翻眼前说 你的是700D 700D也是非常好的 700D它的整个感光元件 它的这个感光元件的话和中单机是一样的 而且它有翻转屏这些功能 拍起来应该会更加得心应手 包括我等候说到的这个 我们如果需要拍摄一个超低机位的时候 你用翻转屏来拍是非常好用的 好 来咱们继续 第一个大边教镜头 咱们这里的大边教镜头的话 就是需要各位 你们注意 如果咱们出去旅游拍摄 并且不是说是专业为了拍摄而旅游 只是为了一个到此游的话 咱们不用像那些专业人士一样 非要带几个镜头 非要带一个很大的相机包 咱们就需要的就是一个大边教 什么叫大边教 您可以记一下 边教倍数 在三倍以上的镜头 边教倍数 在三倍以上的镜头 咱们都称之为的是大边教镜头 包括刚才这个 那个李明 李同学的1855 你看一下1855 它的一个焦距的变焦范围就是三倍以上 怎么看三倍 你用18毫米去乘以3 你得到的这个数字是多少 52毫米 52毫米 那么这个55毫米 其实它就刚好超过你的这个三倍 18135也是 而且18135的话 效果比1855来说的话还要好一些 所以翻翻的这个18135出去旅游拍摄的话 是非常合用的 非常合适的 这个广角可以拍 长焦东西也可以拍 好 就大边教镜头 所以说大家需要准备一个这个大边教镜头就行了 好 第二三角架 三角架这里咱们春节还有大概将近一周的时间 如果咱们能够在网上购买的话 就可以在网上买一个三角架了 那这个三角架的话 建议各位 你们买的话 不用去买太贵的 不用去买太贵的 比如说我们三角架的话 其实现在分两种 一种是铝合金的 一种是碳纤维的 碳纤维的 如果旅游想要轻便的话 网上可以买个碳纤维的角架就行了 但是这个价格会稍高 大概会在600块钱以上 600块钱以上 那么如果你是觉得这个价格稍微高了的话 就可以买铝合金的 它比碳纤维的可能要重个 半斤的样子 重大概半斤两三百克 那么它的价格的话就会便宜很多 大概就有100多 200300都可以买到 但这个三角架建议各位 别买太差的 比如说几十块的 那种三角架就算了 如果要买的话 还可以买 还是买一个至少200块以上的 这个比较好 那么如果各位 你不想进行这个三角架购买的话 那么你只有到你需要拍的地方 比如你去某个地方旅游了 在那个地方拍摄当时的那个环境状态下 如果有任何可以稳定相机的东西 就把相机放在那上面 好 遮光圈 好 李同学回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遮光圈也没这说法 这个应该是叫做遮光照 遮光照 遮光照的话 对于新手来说这个东西其实比较鸡肋 你们会觉得一无适用 实际上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相机 对于这个照片看的比较多 你会发现这个遮光照 其实它是用来遮挡有些杂光 比如说我们在拍摄某些立光环境下的时候 立光 就是正对着光线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拍摄的照片 有可能上面会出现一些朦朦胧胧的感觉 这就是由于没有遮光照 或者遮光照的效果不够好 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炫光 不信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可以拿起你的相机 对准 你们现在如果说有的 有这个灯光的地方的话 对准这个灯光 拍摄一张照片 你会发现有可能的 这个拍的这张照片上面会有一些炫光 这就是这个就是由于咱们镜头工艺制造原因 造成的一个对于画面损 画质的一个损失 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加上这光照 加上这光照 好 OK 好 那么刚才回到刚才的三角架 所以说各位 如果说能够买三角架的 尽量买个三角架 这个三角架买了 你们可以拍摄很多很多的一些 平常不能拍的东西 好 第三ND减光镜 ND减光镜 这个ND减光镜的话 其实就是用来加装在咱们镜头前面 镜头前面的一个镜片 那么各位需要你们购买的话 就可以买这种无机调节的 那么淘宝上某某某宝上的价格的话 最低的也就一百多块钱 可以买到一片 无机调节 无机调节的含义的话 就是它可以调节多个档位 而不是只是一个档固定的 一般的话 咱们购买的就是这种 你马上把这个复制一下 等会下课 复制一下就可以在淘宝上搜一搜 像这样的 ND2-400 买一个这个级别的就行了 它减光可以减到一级和减到400级的一个效果 ND2-400 这个UV镜的话 其实对于咱们的拍摄的话 用处并不是太大 但是它可以起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作用 就是对于新时来说可以保护镜头 可以保护镜头 那这个减光镜是减光镜和刚才李同学说的这个UV镜的话 其实有差别的 我们尽量建议的话需要一个减光镜 减光镜 好 那么这个减光镜的话 就是让咱们 减光镜让咱们的话 就是可以在白天拍出一个慢门的效果 什么是慢门效果 等会儿 你们看我给大家看的放的样片 你们就能知道了 这个ND减光镜 好 那么减光镜 什么型号的呢 注意根据你们现在的镜头来定 你们的镜头 比如刚才有两位同学告诉我 一个是1855 一个是18135 那么这个镜头的话 你们看一下 你们的镜头 你先找一找你们的镜头 镜头上面有没有一个直径的符号 直径的符号 这个直径符号 我给大家画一画 你们找一找 镜头上面的有一些标识 有没有一个这个符号 下轮的应该都找得到 有没有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旁边会写的某一个数字 一个毫米 比如说一个62毫米 好 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找到的话 在这个留言板上告诉我一下 有没有这个符号 找一找你们的镜头 把相机正对这里 就是镜头正对这里 看一下 取下那个镜头盖 看一下那个 相机这个镜头的一圈 有没有一个这个符号 有没有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就是你的镜头的标志口径 那天我们第一天的课程 给大家讲到过的一个标志口径 如果你要买这个 剪光镜的话 就要配这一个 一样尺寸的才行 比如范范告诉我了 他找到了是67 好 张小小曼也是67 好 还有这个 李明 同学没告诉我 52对很好 那你们找到之后 如果你们需要购买的话 就去买这个口径的 就去买这个口径的 那如果说你们买的话 这个口径越小的价格会也便宜 那么比如说你同学去买这个62 这个52毫米的这个减光镜 可能买下来价格就100块钱左右 就可以买到 那么67毫米的话就可能要跪几十块钱 就要跪几十块钱 然后第四就是一个周地取材的道具 我们就要根据我们拍的地方 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可以拍出那种效果 好 OK OK 好 这些就是我们在旅游拍摄的时候 需要准备的四个道具 三个道具 其实更多的就是这三个 其实大家可以看见 今天由于我知道各位 可能都是小白 都是飞飞 都是非常新的新手 那么没有给大家讲 需要准备各种更专业的东西 可能大家平常也不会带着这么多东西 所以说你们有这三个东西 基本上可以在你们的朋友圈炫耀了 拍出来的照片肯定会比他们要好一大半 要好一大半 好 OK 好 那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个这个东西 比较重要 旅游摄影的时候 咱们的光圈到底是多大 好 首先你要注意 记下来 旅游摄影常用的光圈值 是这个范围 是这个范围 好 把这一句话记下来 旅游摄影的时候 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拍这些风景或者人像 常用的光圈是5.6到16 5.6到16 好 但5.6到16 你们可以看一下哪里 看一下你们液晶屏上面的显示 你们液晶屏上面的显示 上面有一个F后面的值的 这个就是你的光圈值 5.6到16 对 5.6到16之间 那这个5.6到16光圈的话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到过 这个数值 你看这个后面F有一个5.6 一个16 那么这个数值越小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里再重复一遍 数值越小 光圈越大 数值越大 光圈越小 好 大家把我旁边写上这句话 可以记下来 数值越小 光圈越大 数值越大 光圈越小 任何档位都行 任何档位都行 好 这个李同学 你说的只能3.5到5.6 这个是指你的这个 光圈最大光圈是3.5到5.6 你可以拨动一下 它可以让它变到更小的 比如现在 你们可以像我说的这样去做一做 把你们相机的曝光模式 首先现在转到AV档 转到AV档 就是你看一看 你相机正上方 正上方应该是在你们的左边 有一个圆圈一样的一个拨轮 把这个拨轮拨动到AV档的模式 AV档的模式 这个AV档是我们之前说到过 一个光圈优先档 光圈优先档 AV档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光圈优先档 把它射到这个AV档之后 你再拨一动 你相机正上方 正上方的右边 就是如果说中端机有个尖屏 正上方的右边就是快门后面 如果加门相机会发现快门后面 一个拨轮 看见没有 你拨动那个拨轮向右拨 向右转动 就是顺时针波动 把快门后面那个拨轮 顺时针转动 你会发现你的光圈值就可以变小了 数值就会变成8111622这些 发现没有 如果各位发现的话 这个调制成功的可以按下1 可以按下1回复一个1给我 让我知道你们把这个设置成功了 OK很好 没有变 现在这个经历您的这个光圈 你现在是在什么档位 是AV档还是什么档位 如果是TV档的话 这个可能是没变的 你现在这个光圈显示的是多少 也可以告诉我一下 AV A档 它没有变的话 这个应该不会的 3.5到2 对很好 翻翻的设置 对了 3.5到2 3.5就是你的最大光圈 22就是你的最小光圈 那我们平常出去旅游的时候 常用的就是这个光圈范围 5.6到16 可以记一下 那么这个光圈大和小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我刚才打到那句话 光圈越大 就是这个数值越小 这个数值越小的话 那今天你这样 等一会儿 我们把今天的主要课程讲完 我等会儿再帮你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回事 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锁定 被他不小心锁住了 好 这个数值 咱们看一下 F5.6数值越小的话 数值越小的话 咱们的这个虚化就越严重 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数值调到越小 就越能突出主体 数值调到越大 就可以把整体照片都拍清楚 咱们可以记一下 数值越小 越突出主体 数值越大 画面整体越显得清楚 数值越小就这里到 这个F值越小 但注意 数值越小 其实它是关系越大的 数值越小 那么越突出主体 数值越大 画面整体越显得清楚 好 那么旁边我们这里还有个设置心得 第一 根据景物的远近设置光圈 根据景物的远近设置光圈 第二 根据画面的延伸远近设置光圈 根据画面的延伸远近设置光圈 那么这个远近如何设置呢 大家各位可以记一下 景物越远 光圈越小 光圈越小就是数值变的 第一句话的解释就是 当我们的景物越远的话 咱们需要把光圈开得越小 光圈开得越小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值要调的更大才可以 各位注意一下 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的光圈 平常的说法 大光圈小光圈和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数值是相反的 好 把你强记住 好 第二 根据画面延伸远近设置光圈 延伸远近 这个延伸远近就是看你的这个画面 它的最远端 就是它的这个滇际线 你拍的张照片 它的这个天际线 最远端可以到达哪里 如果越远 画面延伸 越远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光圈 越小 还是数字变大 反之依然 画面延伸的越远 咱们仍然需要把这个光圈调小数字 让它的数字变大 好 比如说我们在拍摄 在这个拍摄某一些大场景的时候 或者在海边拍摄的时候 这个我们看这个海是一望无际的感觉 这就属于延伸感非常远的一个效果 遇见这种情况 咱们就要把光圈尽可能的开小 尽可能开小 好 那么现在 给大家讲到了这个 两个设置光圈的一些小心得 那这里 我们今天虽然只是知己然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回答两个问题 今天 根据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光圈值的一个设定 让我问各位 如果说咱们现在去海边拍摄一个 场景去海边拍摄 我们在表现这个海洋一望无际的感觉 我这里给大家三个光圈状态 你告诉我该用的一个光圈 好 我这里给大家写到了三个光圈的数值 各位看一看 一个5.6 一个11 一个16 那么各位 告诉我 该用哪个光圈 你们现在拍摄的是一望无际的海 一望无际的海 该用哪个光圈 第一个 第一个 好 反反正确 反反正确 很好 李明也正确 好 好 李明也正确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海 显得非常的清楚 好 再来一个 再来试一个 比如咱们拍摄的是这样一张照片 旅游纪念照 我现在给大家几个光圈 你告诉我应该是哪一个 好 这里 我再给大家了 写出了三个光圈 告诉我 如果你拍的是我现在PPT上面的这张照片 你的光圈应该是到多少合适 好 那各位 这个 如果说咱们答案是5.6的话 这个答案就稍微的有点错了 稍微的有点错 应该用8 对 应该用8一个稍微中等的光圈 如果各位 你们用的是5.6的光圈的话 可能拍出了一种效果 这个人物非常的突出 这个人物也非常清晰 但后面这个景 有可能就会变得朦朦朦朦的 就会被一定的虚化 这并不是咱们所想要的 所以说 预见像这种场景的话 咱们把光圈开到一个中等值 比如说 F8或者F11就行了 对 F8或者F11就行了 如果你的这个光圈开的很大 也就是我们这个数字越很小的话 你就有可能拍出来的照片 这个人物是突出的 背景那些会变得很模糊 凡凡的这句话 这样理解是可以的 是可以 是可以的 当然 今天的话 咱们只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话 其实是很好的了 至少让咱们能够应付后面的一些拍摄 好 好 OK 那咱们继续 好 那么知道我们的这个光圈的一个长用准备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 第一大主题 夜晚风景怎么拍 注意了 现在开始我们的干货分享了 干货分享了 保存干货的分享 第一个 旅游摄影师夜晚风景怎么拍 旅游摄影师夜晚风景怎么拍 这张照片 各位 你们看着觉得好吗 觉得好看吗 知道这也是拍的哪地方吗 好 来 这张照片 好 好在哪里 首先各位 你要想拍出这个效果的话 就必须要用到刚刚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三角架 三角架 甚至有可能会用到刚才给大家讲到的减光镜 那拍摄具体怎么样拍出这个效果 咱们来看一看 好 夜晚风景的六条指导分享 大家把它记下来 对 是广州 很好 来 各位把它记下来 你们可以用手机拍张照片 那也可以把它用你们的笔现在记下来 给相机架三角架设定到定时拍摄 曝光模式收到快门优先 好 把这里记下来 好 20秒钟后 咱们开始给大家一一讲到这些该怎么去做 该怎么去做 20秒钟后 给大家讲到 好 好 来各位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首先 第一 给相机架上三角架 这个不用多说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没有三角架的话 把你的相机放到这个边上 或者是放到地上 或者放到你的书包上面 任何能够稳定相机的地方都可以 你像要拍夜景 你像要拍一张好看的夜景 千万不能手持 千万不能手持 必须让相机尽可能的稳定 好 第二 设定到我们的定时拍摄 这个定时拍摄 各位 你们可以看看 找一找的相机上面有没有这两个按键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键 Drive键 另外一个就是你相机上面有没有这个键 这个 我在旁边PVT上画一画 找找相机上面有没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键 很多个小方框这个重递的这种按键 看看 如果是700D 就是刚才这个有同学说到是700D的话 你看一看你的这个相机的这个上下左右键的左键 它应该就是一个 这个 你看是不是 好 是对吧 好 那么各位就把这个键射到定时拍摄 那么你可以按下这个键射到两秒定时 如果你是拍的是这个只拍景的话 你就射到一个两秒定时就行 如果你射的是一个人景都要拍的话 就是你想要把这个景也拍下来 也要把你人拍上去的话 就可以射到一个十秒拍摄 十秒定时 你可以看一看 首先把它射到 哎呦 那么有各位把它射到那个字 射到那个字 我们现在就要念一念 射到那个字 我们就念一念 如何进行的 射到那个字 咱们就来念一念 是如何进行的 好 射完之后 射完之后 继续 把曝光模式射到快门优先 把曝光模式射到快门优先 快门优先就是你们相机上面的TV档 一看相机上面显示的是S档 好 把它射到快门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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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 感光度射到100到400 感光度就是ISO ISO射到100到400 找找有没有这个键 把这个键按一下 然后把你的这个快门 在感光度射到100到400的这个范围 好 100到400的范围 好 最后把快门时间调到一秒以上 一秒以上 什么是一秒以上 试一试 你拨动一下 现在如果说你是调到了快门优先 现在的话 拨动内格键 拨动你快门按钮后边的那个波轮 拨动快门按钮后边的这个波轮 在快门优先的状态下 这个波轮是用来控制快门的 你看一下 把这个调到一秒以上 一秒以上就是你的这个数字右上角 有两个瞟 有两个瞥 ISO感光度在哪里 呃 凡凡刚才告诉我你是用的700D对吧 700D的话 感光度 呃 应该在这个相机正上方 相机的正上方 正上方有一个ISO 那个就是你的设置感光度的地方 好 宽门时间射到一秒以上 一秒以上要如何射 你直接拨动那个波轮 直到你的这个宽门出现一个这种效果 一个数字 后面有个两匹 看见没有 我在这个PPT上面打算了 一个数字 然后右上角有两匹 这个就是秒记单位 你把它调到一秒以上 想调几秒都可以 你现在反正试一试就行 想调几秒都行 都可以好 调到这个你需要的数字之后 各位 两秒也行 你们现在是否是在窗边 或者说是 现在有没有能够拍到某一些会移动的地方 有一些这个场景可能会移动的一个效果 你先把相机就放到那个位置 然后直接的对好桥按下快门 你看是否可以拍摄一张 这个画质也非常好 然后而且曝光时间是这么长的一个效果的照片 你们可以试一试 如果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这些参数 进行了一个设置的话 你们就可以拍出 首先一个这样的照片 你们就可以拍出一个这样的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参数进行的一个设置 按照刚才的那个参数 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设置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Drive Drive键的话是加能终端机以上的这个就是连拍方式的一个选择键 嗯 GY5的话你嗯 李明李同学刚才告诉我你的相机 好像是第三三零零 3300的话没有这个键 嗯 3300的话这个你现在的话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我看一下菜单里面去设置 去设置你的定时拍摄 设到两秒或者设到一个多少 设到10秒就行了 好 这个Drive的话是加能同学需要注意的一个键 好 那继续 你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设的那个方式来设置你的相机的话 就可以拍出现图上的这个照片 你会发现 仔细看一下 图上的这个红色你看这里有些是红色有些是黄色发现没有 这个是车灯这些都是 红色是车的尾灯黄色是车的前灯 红色是车的尾灯黄色是车的前灯 你看现在车没了只有灯光在 这就是夜景长时间曝光 夜景长时间曝光可以拍出的一个效果 可以拍出的效果 这个快门想要拍出类似于这样的效果的话 你快门设一个15秒以上 至少要在15秒以上 15秒以上 15秒以上 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用手机都可以拍 这是我的手机 各位给你们看看 好